今天讲在甲骨文云上面创建一个PVGO照片管理服务器 PVGO是一个免费的开源程序 类似于Google Photos谷歌照片 然后我们可以用它建立自己的服务器来管理照片 首先我们在甲骨文云这里创建一个实例 然后这个名字我们叫PVGO 在这里印象和配置我们这里编辑 然后这个我们更改印象 在这里的话我们选乌邦图 然后版本的话选20.04 选择印象 然后这个不用改 这个我们现在用的是免费的机器 然后我们这里产生一个密钥队 这里选择粘贴公共密钥 这时候我们需要用到一个工具叫PARTY 首先用这个是叫PARTY Key Generator 然后在这里点击产生 然后我们保存一下公钥 再保存一下 然后把这一段我们复制下来 粘贴到这里SSH密钥这里 然后点击创建 这里的话已经有一个 这里的话已经产生了一个公共的IP地址了 然后在我们装PVGO的那个 在我们装PVGO服务器之前的话 我们先做两件事情 首先第一个我们打开这里的虚拟营网络 在这里我们点开这个公共子网 然后这里有个安全列表把它点开 在这里的话你看到我预先是添加了80和43端口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点击这里添加入站规则 然后这里0.0.0.0斜杠0 然后这里的话加一下80和443 这里添加入站规则点击 第二件是我们来到域名服务商这里 绑定一个域名 我这边用的是GoDaddy 在这里点击添加 我们添加一条A记录 这里叫PVGO 然后把这个IP地址粘贴进去 好这个要过一段时间才能生效 接下来的话我们开始连接到这个VDS上面去 我们这里用到的工具是PARTY 这里IP地址 然后前面是用户是乌邦图 我们这里给它的名字叫PVGO 保存一下 然后点击这里SSH 在这里Also这里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保存的这个PVGO的私钥 把它打开 再回到这里最上面 点击这个PVGO 再保存一下 打开 接下来的话我们开始进行设置 首先的话我们先安装LAMP环境 第一步我们先安装Apaq 然后重启一下Apaq 接下来我们在这边 设置一下防火墙的端口80 设置一下防火墙80端口 然后保存 好 接下来在这个时候的话 如果我们回到浏览器这里 我们输入这个IP地址 可以看到Apaq已经正常安装 好 接下来的话我们继续PHP 好 安装完之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不是 这里显示出了PHP7.4.3 然后我们再重启一下Apaq 然后我们这里创建一个文档 把这段文字放到这个文档里 然后我们再回到浏览器这里 在刚才这个IP地址这里 我们后面加上info info.php 好 可以看到PHP我们也已经安装了 接下来安装 输库 mySQL 这里yes 好 再安装这个climb 然后运行这一行 这里的话 按yes 这里我们设置一个password的话 按0 然后这里点yes 好 然后这里的话 你看就是后面写fail 就是这里出错了 对吧 然后我们先退出 然后我们重新进入一下 这里刚才就是 刚才就是那个 mySQL那个数据出错 主要是因为它那个密码 设置格式不同的问题 然后我们开始从这里开始 sudo mySQL 好 然后输入这只行 好了 那到这里的话 那到这里的话 我们到这里 我们就所有的lamb的环节 已经设置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安装pvgo 这里按yes 然后我们修改一下这个文件 我们先找到这个memory limit这个 把这个我们改成256 然后再找upload max file这个 把这个改到100兆 把这个改到100兆 最后我们再找一下时间和地点 好 这个 我们先把前面这个去掉 后面的话 这个我们可以自己也可以是亚洲 中国这些都都可以 然后保存一下 好到这里的话 好接下来的话我们给pvgo创建一个数据库 这里它让我们输入那个密码 这个密码的话就是前面 我们在这里修改的这个 就是my new password 是这个密码 好 然后输入这只行 好 接下来开始安装pvgo 好 然后我们创建一个pvgo的配置文件 把下面这段代码拷并进去 这里特别注意一下 这个server name就是这里的话 就是我们刚才在 刚才绑定的那个域名 或者就是写ip地址也可以 然后这个保存一下 好 然后我们开始 好了 现在整个后台服务器这边设置就全部完成了 现在我们到浏览器这边打开 好 现在就进入这个pvgo的设置页面了 我们host是localhost 然后这个user的话 就是我们前面给这个设 我们前面在创建数据库的时候 我们设的这个是叫pvgo user 然后它的密码就是这个 数据库的名称就是pvgo db 然后我们自己这边创建一个登录的用户 这两个不用够 然后开始安装 好 现在就开始 好 现在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安装已经完成了 我们可以点击这里 浏览我们的 我们可以点击这里浏览我们的这个照片 因为现在是空的 然后点击这个就可以上传照片 然后管理你的照片